王向清坏了我的大事 可是他的大圣奎注定要栽在我的手里 你看看吧 蔡大先生接过一看 直呼天字良机呀 大圣奎三掌柜钱宽子 要买孙家在太古的店铺 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呀 朱普二龄会议的音效起来 这家店铺市场价2000两 而钱宽子的手中只有一千两现银 但看着老爹渴望的眼神 身为大孝子的他 无论如何也不忍心拒绝父亲 于是一咬牙一跺脚 先付一千两的定金 等回来大圣奎 一切就都有着落了 钱宽子的算盘是这样大的 回家探亲之前 施大学对他亲口说过 有了国光团的那笔专查 稳赚三万两不是问题 按照他在大圣奎的股份 最起码得多分两千两 有了这两千两 店铺的尾款还愁什么 可等到了大圣奎 才隐隐约约感觉到 事情好像并没有 自己预想的那么美好 不行 我肚子疼 我要上毛房 老三 到底是咋回事 大哥 等我会儿我也去 施大学和张杰的躲闪 让钱宽子更加狐疑了 在他的不屑忠位下 胳膊肘往外拐的王向清 终于倒破了事情 茶叶被他擅自 卖给规划重商号了 而且还是平价 别说赚钱了 还赔了一千两的运费 一听两千两的分红 就这么打水漂了 钱宽子顿时不干了 老爹那边还眼巴巴的 等着自己结清为款 好远几十年的掌柜梦呢 见坏了宽子的好事 王向清有些心虚 忙说马上要算大账了 还要忙着给王爷谈生意 你一回来 不问问号里的事情 整天就想着 自己家里那点破事 他本想转移话题 可不曾想这话 反而激怒了钱宽子 到时候分红的时候 就得多分我一千两银子 到底是王向清理亏 也是想稀释宁人 他朝石大学他们商量 打算私自掏腰包 给宽子补上这一千两 可有人偏不让他安宁 孙家的蔡大先生抓住这个空子 撕下宴请钱宽子 满桌都是好酒好菜 蔡大先生又笑得那么亲切 以至于钱宽子有种错觉 认为这是孙家 看在同为老乡的份上 要给自己打直了 怎料蔡大先生微笑着 又给他涨了一千两 还美其名曰 你钱掌柜可是个有身份的人 卖给您的价格 怎么也不能比别人低了不是 钱宽子此刻的心头 一万头神术奔腾而过 嘴里却吐不出半句芬芳 他想就此放弃 可那个比他还执着的爹 死活就看上那间商铺了 没办法 谁让他自许为太古第一大孝子呢 只能寄希望于接下来的分红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的身骨也该涨一涨了 二掌柜张杰安慰他 虽说未必够两千两 但再想想办法 也就凑得差不多了 水承祥计划赶不上变化 意外偏偏来了 是 咱们四个掌柜的身骨不长反将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 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年 到头来待遇也不长反将 钱筷子一蹦三尺高 指着大掌柜王向清 不说出个子丑眼眸 看我不把你卵子捏碎 王向清菊花意紧 连忙解释道 大圣奎这块蛋糕 它就这么点大 十个伙计就要出土了 马上要分股份了 十三个人立了大功 股份也要往上提一提 如果放在往年 有些人犯了大错 股份往下降 这一生一降也就扯平了 可今年邪乎了 上只掌柜下只伙计 全都玩命的干 就没有一个该降的 你说咋办 眼下我们四个大掌柜的 顶身股最高 如果我们不降 他们的股份从哪来 所以每个人降一离 分给那二十三个人 王向清的话不无道理 若放在平时 钱筷子倒也能理解 可这回不同 他正一心想为老爹 卖下孙家的那间店铺 所差的尾款 可就全指着这次分红了 这身骨一降 卖破子的事 岂不是全泡汤了 见他不依不饶 王向清终于松了口 你差的那一千两银子 搁几个私子掏腰包 给你补齐总行了吧 是吗 一千两 人家店铺涨了吧 三千两哦 王向清和石大学 他们面面相去 一日认为钱筷子 被人当冤大头了 所以暂时不再理会他 转而讨论分红以后 缺乏本金的大胜魁 明年的生意该怎么做 这个时候 石大学想起了 当年东山再起事 在破庙立下的规矩 每年都从红利中 拿出两成半 放进后城户本的财神骨里 这几年积累下来 差不多有六万两 把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来 用于扩大生意 一听说财神骨 钱筷子一拍脑门 说你看我这脑子 咋把这茬给忘了呢 我先从这厨英里边 提上两千两 急用啊 石大学一愣 王小青好言相劝 说这财神骨势力的初衷 是为号里的不实之虚 话未说完 钱筷子就反驳起来 看你说的 我不是号里的人吗 我的事不就是号里的事吗 大不了我先用了 等明年再分红 我给他还上就是了 钱筷子油盐不尽 王小青终于急眼了 今天你听明天他提 那大胜魁还要不要做生意 钱筷子也火了 管你两成半还是三成半 说破了天 也是我们的红利 我们把钱存到银号 每天还有利息呢 存到财神雇利 一分没有就算了 咋了 我自己的银子 自己还不能提了 今儿我看谁敢拦我 说着 一把抢过银票往外走 还反了你呢 你敢 求 坤子 我 坤子 敢动银子 我跟你拼命 那么钱筷子 还敢提银子吗 各位看官老爷们 你说呢 我是道道 咱们下回再说